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跟人家不一样的 跟人家不一样的是什么 它的财富是非常的多 这种情形 听说阿拉伯国家的人 阿拉伯国家的民族 就有这样子的一种细性 它跟外国人交友 或者是它跟本国人交友 这是显现着他们好豪华 好富贵 好有财产 好像每一个家庭都是王公地出生的一样 因此呢 要跟他们交往的时候 他们吃的用的穿的 都是一流的 让人家感觉上这是政治有钱的 其实是不是真的有钱的 不一定 它这个民族性就是这个样子 它这个习惯性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就不一定是虚荣 它这个习惯性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种性态当然是不很好 那么另外也有一种人 他认为就是说自己赚掉钱 应该自己花 这个自己有多少财富 自己不用死掉了等于没有赚了 所以应该有钱的 自己有钱自己花 自己有多少钱要用的多少钱 认为这个是一个是帮助他继续赚钱的一种 这个一种刺激 另外一种 一个原动力 原动力 另外一种呢 他就觉得人生在世啊 短短的 这个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呢 如果自己赚到的钱自己没有花 被其他的人花掉 被后人花掉 都是多么的这个可惜 划不来 划不来 所以是直接把它强化掉的 那么这种你说它是虚荣性呢 好像不是 这种叫做浪费 那不能叫做虚荣啊 可是像这两种人 都不是我们需要鼓励的 站在副法的立场 副教的立场来讲啊 是 都不是我们应该鼓励的 站在现在目前我们 在环保的观点来讲啊 那这些人应该是啊 受劝勉的 请他们呢 不要这样子 因为他们所用的东西 是地球上的自然资源 是 自然资源呢 所以啊 我们呢 全人类 全地球 所有一起大众的 不是他个人的 所以呢 应该 赚了的钱的话 能够 还是要寄审的用 用这个钱 怎么样子 就是能够给社会 摸取福利 改造人的观念 以及呢 如何呢 帮助啊 人呢 的品质更好 人的生活更安全 更安定 从这一方面造成 花的钱是应该的 是 这种应该值得鼓励 不应该鼓励他们呢 就拼命去享受 比如说 没有必要 要把这个车子加长 加长车子做什么 在里面 在睡觉呢 还是跳舞呢 或者喝酒呢 或者开会呢 有的人就是 为了一种不同 像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呢 这是 应该是叫做爆发湖的心态 所以 其实马桶啊 能用就好 也不必用金的啊 我曾经呢 见过几个很有钱的人 很有钱 很会赚钱的人 也很会用钱的人 也很会用钱的人 我到他们家里去访问的时候 他们家中 非常的朴素的 他们吃的 用的 都很朴实 也穿的 也很朴实 他们很会赚钱 也会用钱 用钱 用这个什么 用这个这个 他们的公司的经营 使得公司的员工的福利 以及呢 对社会的啊 奉献 那他们自己 这个 没有什么大的享受 他们自己 为什么呢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为什么不要自己 他们运求自己的 他们认为呢 如果说是 样样都是啊 用金的 用特殊的一种啊 一种物质啊 来制造成功的 第一个 在心理上面有问题 那么第二个呢 对身体上病一定是很好的 所以是 最自然的 是最好的 最减迫的生活 是最健康的 是 那如果已经 有了这种虚荣性的话 那怎么破除呢 那就要说 观念上的破除了 有这种虚荣性 要问他 快乐在哪里 究竟是 他们认为 那是个 一时的满足子节啊 是很快乐的事 但是呢 人家看了他 第一个会成基督性 第二个说他 这个人是个爆发户 第三个 说这个 这个人呢 在浪费啊 全世界的人类的资源 大家都在骂他 那 这样子的一种人 你究竟是 闲哭气呢 还是准备在挨骂 所以是 最好呢 就是有教养的人 这个人的品质啊 提升的人 道德水准比较高的人 就不会这个 有这种虚荣性 因此呢 要告诉他们 你现在有了财富了 你少一点智慧 是 是 谢谢师傅开示 那么从师傅的开示里面 我们知道 剪不过日子呢 才是最健康最自然 也是对自己 和对别人最好的 那么欢迎您下一集 也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佛法的智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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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